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涵儿 你是说她救了你 如此大好的机会你没用上 反而跟她闹翻啦 其实还挺顺利的 不长怎么忍 看一下就长毛了 那你怎么惹人家了嘛 我惹她 我供着她我还来不及呢 我就跟她说 离开月卧村 就会有人善待她 结果呢 跟我生气了 你说说 放着给她赔钱大命的我不珍惜 跟那个含打喊杀的月卧村村民难舍难分 不知道这脑袋进了多少三毛她的水 对呀 那你既然知道她死心痒 不如慢慢来 慢慢来 何止这 这轰光宝镜不找你身上是不是 真是说话不妖头 那 少典空心沈允事迟早会走路风声 这事要让陈渊义组织的啊 我们救神石的事不仅会泡汤 保不及我们也难逃魔场 姐姐 姐姐 我跟谭三这些天飞檐走壁 一点婚姓都没站着 谭儿你也知道 陈渊租秘密下界到底所为何事 莫非是想用你做筹码探查我的行踪 你放心不会的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并无旁人知晓 更何况 此次下界查探的人 是陈渊三点下界的 他为人正直可信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可信 归序一战也有他的份 陈渊族向来被逼狡诈 绝不能庆幸 你不是自幼便崇敬陈渊一族的吗 何时对陈渊有了这等看法 不过陈渊出征归序一事 确实令人不耻 但是三殿下只是奉命出征 绝非是血赖沙之徒 妹妹有所不知 但是自从措架以来 如果没有三殿下全力为我斡旋 我可能早就已经身手易处了 你不会是对一个恶煞生情了吧 我 我警告你啊 恶人就是恶人 无论对你多么关怀辈职 就让他们知道少殿有情的事 保不齐也会生出杀法之念 沈君怎么了 刚刚这里有个姑娘 就是瘦瘦小小 带着多冒那个 你们看不看见 我不知道啊 她明明在啊 您再好好想想啊 哎呀我没注意 姨这妈生意了 您再好好想想 刚刚就在这里的 那不是宿水吗 她怎么会在这儿啊 水 过来 出什么事了 公主得知夜谭天飞下街 就逼着奴婢带她下来寻找夜谭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 我去问了个消息 公主 公主就不见了 什么 我记得了吗 我说 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了那些工作 都不是了吗 我记得了